欢迎大家来到泰山自主 农历新年又快到了 今年你会做些什么贺年食品呢? 我又教过萝卜糕 我又教过煎堆 今年不如教个最基本的就是年糕 也是我们小时候叫啡色年糕 其实就是借糖年糕 其实就没你想象中那么难 我们马上开始 未开始之前首先和大家说一声 每逢新年做年糕也好 萝卜糕也好 我一次过就做多些 因为每次做的很少很烦 所以今次这个食谱我们是做多些份量 你可以送给亲朋戚友 你自己很喜欢吃也行 所以我先说定 今次这个份量是大份一点 好 那我们开始了 好了 年糕最重要的一件事 当然就是糖 这里有两款糖 在努力新年的时候 你会见到很多杂货店 都会出现这些大糖 当然未必是切成这样的尺寸 有些可能是长方形 有些是小一点 这个大糖很适合做年糕 因为它的颜色和糖分都会好一点 但我觉得加上片糖的颜色会深一点 好看一点 其实没什么所谓 因为年糕这个食谱 如果你真的自己做的话 每一个家都不同 因为大家喜欢的咬口都不一样 今天和大家介绍的份量 就是我自己喜欢的 你可以跟下 也可以跟下其他人 没什么所谓 找到你自己喜欢的咬口 才是最重要的 好 现在有两碗糖在 好 那我就很乖地 一早熬了热水 我们就可以把糖放进去 好 接着 你就可以拿去煮溶的糖 糖煮溶的时候 我们可以搅拌一些粉 好了 我这个食谱 就有几样粉 第一个粉就是糯米粉 第二个 凳面 然后第三个就是木薯粉 这三个粉 因为这两个份量差不多 所以我写了 哈哈 免得搞乱 可以解释一点点 糯米粉当然就是做年糕最重要的粉 最主要的粉 那你其实去混合 不同的粉有不同的状态 我们说了糯米粉加凳面 糯米粉加凳面之后 那个年糕就会挺身一点 咬口会爽一点 然后如果你是糯米粉加木薯粉 仍然都会挺身的 但是咬口就会变成烟硬了 其实是我自己很喜欢的 那另外再说 这次我没有在这里 就是如果你是糯米粉加尖米粉的话 整个年糕就会滑一些 也会淋很多 那视乎你自己的喜欢 我自己喜欢 刚才说的就是有点烟硬一点的感觉 但是我又不想太过烟硬 就是我又想爽身一点 于是乎呢 我的混合就是 糯米粉加凳面 和木薯粉 这个只是我的喜好 你喜欢什么呢 刚才说过了 你自己去发掘一下 好 好 拿一个大盆 接着就拿一个烟硬 做什么呢 我们要测一下粉 那为什么我们要测一下粉 第一 就是怕有些脏东西 就隔一隔它 第二 就是怕那些粉去包装的时候 迫得太迫 于是乎你这样打散了它之后 那粉与粉粒中间就多了空间 做出来的糕点呢 也都会好吃一点的 好了 都有一些东西 真的 哇 真的不要说笑 真的要加一格的 好了 糯米粉做完 接着 凳面 最后 木薯粉 太硬了 真的不行的 所以一定要记住 加一格 隔完之后 你可以用一个发弹器 去搅拌均匀粉 没有发弹器的话 用叉拌都是一样的 好了 现在你就要看看 你的糖溶了 溶了之后 我们就要加另一个材料 加入糖水 好了 糖水就煮完了 接着呢 其实我们要摊冻它 如果你是像我那样 那么心急的话 我要介绍一个方法给你 准备一盘冰水 接着呢 一个碗放在上面 将你煮好了的糖水 慢慢倒下去 这样呢 就在这个冰水里 慢慢搅拌均匀 好了 这个时候呢 冷了一点了 你呢 就可以加那个椰奶了 好了 拌均匀了之后呢 如果你想的话呢 可以放回到冰水里 让它再冷一点 让它在这里浸 说一点关于放椰奶 这一下动作 其实呢 你需要不需要放呢 那为什么要放呢 就是因为呢 其实是比那个年糕的层次感 那个味道的层次感 是多一点的 你说 不要紧 我吃不出的 我的舌头是废的 那你就不要放 不需要放的 但是如果你觉得 你的舌头是很尖的 想那个年糕再好吃一点 你可以加一些椰奶 放在椰奶里 让那个年糕呢 那种味道层次更加好 好 让它一下 再继续 糖水已经已放冷了 接着 我们就要把这个糖水 加在那个粉浆里 那里 我们就要逐少逐少加 千万不要急 逐少逐少加 就是让那个粉 可以将那个汁液 亦索得好些 好了 有一件事要提醒你 就是關於主送心理的狀態 其實如果你真的做這個年糕 你去到這個位置 你會發現 糟糕了 我是不是做錯了事呢 我是不是沒有跟 泰山的影片是否剪掉了一些東西 而我不知道呢 可以告訴你 其實你做了一半是會這樣的 千萬不要放棄 你繼續做 一直搞 你搞一下搞一下 它就會越來越混亂 這只是一個過程 你明白嗎 這是一個心理的挑戰 千萬不要氣餒 有些人可能覺得我這個是廢話 你講來都多餘 當然是這樣的 你講那麼多話 口水多個茶 你剪掉就剪掉 如果你覺得沒用就不要剪掉 但如果你覺得 其實我有時都是這樣的 會做一下我會放棄 覺得好像錯了 你就要試一下繼續推自己下去 如果真的不行的話 那就可以再來過了 有幾大問題呢 看到嗎 它已經變成液體了 已經容易搞很多了 因為這個份量多了 如果你覺得 哇 手攪想我死嗎 這樣 你可以用一個電動的發彈器去攪拌 不過就要小心點 怕它發到周圍都是 好了 你會見到 可能還有些粒粒在這裡 這些 你可以用那個孤寒刷幫幫你 先按一下它們 最好就不要有那些粉粒粒在這裡 好了 很帥氣了 接著我們要做什麼呢 拿另外一個碗 拿另外一個筷子 未必是這個普通的筷子都可以的 然後我們要做什麼呢 我們再夾一夾這個漿 因為我們怕它不夠滑漏 這個做法最安全了 一定沒事 拿你的孤寒刷出來幫忙 哇 正啊 很開心 好了 很帥氣了 已經過了 好 接著我們最後加一點油 一邊加 一邊攪拌 盡量要令到油跟那個醬汁混在一起 最重要是均勻 不要看到有幾滴油在醬汁裡就可以了 均勻就可以了 哇 好治愈的感覺 現在可以拿去蒸 好了 現在我們就準備拿去蒸 蒸當然要放在器皿上 送給朋友的 於是乎我們找一些比較漂亮的膠盒 小小的 又不用吃太多 我們準備好一些膠盒 這個就拿去蒸 蒸之前我們要做一點點東西 就是放這麼多油在盒子裡 目的就是讓那個年糕蒸出來之後 可以容易拿出來 不然就很麻煩了 滴了油之後 用一個掃 掃一下 整個盒子都要掃一下 不用太多油 剛剛能蓋上盒子裡的範圍就可以了 好 塗好完 然後我們就可以逐個逐個盒子 搓一些東西進去 好 如此類推 你呢 就不要裝滿它 大概八成半 九成這樣 千萬不要裝滿它 這些呢 轉頭弄好完才去抹一下 好 繼續裝了 好了 倒進那些盒子裡 我亦都要坦白地跟大家承認 我不知為何 自己拿了五個盒子出來 但其實我食煲的份量只有三個盒子 今天我正在做夢 我完全正在做夢 Anyway 都有三盒子 好 你呢 如果倒到差不多 你會見到會出現了很多泡泡 那時候你會用一個叉 弄走那些泡 不然你的年糕就不漂亮了 好 完了 好 最後做多一件事 就是再抹一下它 可能底部下面還有些泡 再抹一點 抹完之後 如果你發現 又抹多一點了 那你又再用叉子弄一下 來到這一刻 你有沒有發現 如果你真的收到別人親手弄給你的年糕 是不是要特別感動呢 就算你可能說 出去吃吧 不用了 但如果真的有人弄給你吃的話 你也真的要多謝它 因為都是收工的東西 好 接著我們要做些什麼呢 我們準備拿去蒸 於是我們就要預備一些石紙蓋住它 蓋住它就不要給倒汗水滴下去 這樣就會英俊了 拿去蒸 好了 現在我們就去蒸糕了 我有一個就是 專門用來蒸糕的龍 但不知道為甚麼 今天真的出師不利 說話都不行 不賴 不利 算剛才數錯碗之後 接著我就打爛了這個煲蓋的手柄 好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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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是我就要用兩條毛巾 這樣打開那個蓋 沒錯 是很難打開的 但我沒有理由因為那個餅 而去不要整個煲 我又不知道配不配到 總之很煩 Anyway 別說這些東西 蒸糕先 一個 兩個 然後因為不夠位 於是放多層 三個 然後蓋蓋 手腳盡量快 不要燙傷自己 大火蒸它一個小時 OK 一個小時再見 我們現在先看一看 好了 打開蓋 哇 小心點 好 先拿一盒出來 好了 預備一支牙籤 接著揭開看看 嘩 英俊了 但是 英俊還是英俊 就像我這樣 都要加一加 OK 看看深度 它有沒有乾爽的牙籤 哦 不是那麼乾爽 閉加科 如果是這樣的話 即是說要再蒸多一會兒 不用擔心 這個是會發生的 於是如果你真的發生這樣的事的話 再蒸是沒有問題的 你用一個15分鐘15分鐘的 interval去做 現在再蒸15分鐘 再拿出來看一看 OK 還有一件事要提一提 如果你用鑊蒸的話 有機會很快就會乾水 過一小時 於是你加水的話 記住加熱水 OK 不然加冷水 整個火力會馬上減低 所以記住加熱水 好 先煎15分鐘 好了 又過了15分鐘 開來看看 好 OK 新的牙籤 乾淨 搞定 接著我們要做些什麼呢 就是要攤冷那個年糕 有些人就喜歡放一個紅棗 在這裡 我就覺得裝飾而已 你又不用用整顆的 你用半顆 接著靚的那邊向上按下去 就可以了 但我呢 就決定不浪費紅棗了 有它在這裡 OK 攤冷了之後 你就可以放進冰箱 起碼要冷一晚 才可以切來煎來吃 OK 好了 預先呢 我當然是做了一個 現在開來切給大家看 嘟 塗油之後呢 好容易就掉出來了 當然就是 切開一半 嘟 正 嘩 然後切片 我自己喜歡吃厚一點的 嘟 煎一點來吃 嘩 算 開爐 燒熱了煎盆 加點油 吃完 嘟 嘟 好開心 正 嘟 一邊煎一邊 好興奮 嘟 有一點點焦的年糕 正 慢火去煎這個年糕 因為呢 你外面就慢慢弄脆 它裡面還是軟軟軟 這樣就正了 嘩 好開心 OK 搞定了 龍蓮 找回龍蓮碟 嘩 好開心 嘩 嘩 嘩 吃得了 煎好 吃得 嘩 煎 很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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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喜歡 很香 很好吃 很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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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好 這個時間呢 你還有機會做給自己吃 做給家人朋友吃 送禮自逢 哈哈 但是呢 不可以放太久 因為呢 你也看到了 完全沒有防腐質 所以呢 你一定要放在冰箱裡 做好之後 還有呢 真的不可以放太久 你可能放 頂籠 一個星期 你還要包裝得很好 才放在冰箱裡 一個星期 要吃的了 記得了 OK 多謝你先 記得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以及追蹤我的Facebook page 最好當然是Like 多謝你 繼續吃多片 先